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那这一块我们完了之后呢 接着呢我们来看下面啊 下面呢它这个位置呢 是不是还有一条件的一个变空线 是吧 那我们呢可以给这一个元素呢 加一个底部的变框吧 好 这是TestAll对吧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BorderGunBottle 接着是EPX 然后是它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呢 是跟它的上面的这个颜色一样 是吧 我们吸取一下也行 给它的这个颜色呢 反正来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的这样一个效果 是不是在这儿 对吧 接下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位置的距离呢 是多少 好 这一块的距离的话呢 我们大致呢 可以给到一个16像素啊 那就是PADDingBottle 好 给一个16PX 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块的效果 是不是把它撑下来 对吧 OK啊 这块就没有问题了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这块完成了之后呢 接着呢 在这里面呢 是不是有一个两个三个 有三个这样的东西啊 对吧 那我们这里面呢 可以给什么呢 在这个底下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这个DM 那就是点 List 和BOX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有没有同名的啊 其实有同名的 到了这一块来的话呢 基本上也不会有冲突的了 因为我们每一层的这个结构呢 是写的比较清晰的啊 嗯 List List 和BOX 哦 这里都有 那就是 List CUN吧 好 这个就没了啊 那在它里面呢 会有三个这样的东西 其实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这里都写 啊 那就是 嗯 这个BOX1 连BOX1 然后呢 这一个里面呢 有什么呢 有20 然后呢 再有一个面试评价 对吧 那上面的这个呢 那我们给一个span 好 span呢 给一个20 接着呢 给一个这个 不给人也行 就直接是面试 评价 啊 面试评价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BOX1 首先呢 先找到这个List 干CUN吧 好 List干CUN呢 跟谁是同一级别呢 跟这个TEST2是同一级别 所以前面的这选择机呢 咱们找到这吧 好 这个位置呢 我们先给他什么呢 先给他来一个这个BaggerGround 我们先给一个 黄色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现在撑起来了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他们现在呢 是 里面的这个蚊子大小 和蚊子颜色 需要改一下吧 好 首先呢 这个的蚊子大小呢 是12 啊 这个的蚊子大小呢 是 也是12 那么他们共同的这个蚊子大小 那我们就给他到FounderGroundSize 为12 PX 是吧 好 然后呢 他的这个蚊子颜色 因为这个 呃 面试评价这一块的这个蚊子呢 他是直接在这一 box1里面 是吧 那我们就直接给到他身上吧 好了 能为这个 那接下来 他里面的 那个spin 他里面的这个spin的这个颜色呢 是额外的 是吧 好 给他呢 添加这个 呃 然后呢 接着呢 测一下他的这个颜色 好 我们再来烧信 这时候呢 是有的 对吧 接下来呢 是呃 这个20 他呢 需要单独占据一行 是吧 单独占据一行的话呢 也好吧 我们就直接给他转一下这个 呃 display block 好 这时候呢 他就直接换行呢 其实也可以怎么做呢 呃 其实也可以 这个spin呢 我们转换成一个p标签 那就他直接会把这个元素呢 给他挤下去 好 那我们这里面呢 就换成一个p 那这个就不要了吧 是吧 好 换一下 好 同样的是各自一行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这里面呢 咱们是呃 不单单只有一个这个东西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 好 他有123 有三个吧 好 那我们呢 就给他三个 啊 这样的一个小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并且呢 这些东西呢 需要干什么 需要进行一个浮动吧 对不对 ok啊 好 需要 浮动 那咱们把这个呢 都给他呢 加上 好 加上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的一个刷新 那加上了之后呢 他附近元素的高度塌陷 我们需要给他加什么 cleaner fixed 把它的这个高度塌陷的问题 那给他解决 好 解决好了之后 现在呢 是每一个呢 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宽度吧 也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位置来 它的宽度呢 是78 像素 是不是 那也就是这个 这个谁呢 底下的这个box 一吧 对吧 呃 那也就是在 我们看一下啊 在list con 对 list con 底下的这个box一 放到下面去啊 呃 这个宽度 宽度的话呢 是78 好 宽度给个78px 好 background呢 咱们呢 给一个啊 pink呢 放到这里头来 然后呢 我们再刷新看一下 这时候呢 大家都有了 是不是 呃 接着呢 我需要给什么呢 中间的这一个 需要左右脸边 各一个边框吧 对吧 那我们就找到中间的这一个了 好 它是第二个 然后呢 再给它加上什么 border gang 呃 这个let 好 颜色是跟 这个文字的颜色一致 那就是 哪个里面的文字的颜色呢 就是这个box一 好box一的 这里都没写颜色啊 那就是 这个颜色 然后呢 一个左边 一个右边 对吧 那就再给一个right 好 我们再来刷新 看一下效果 那这时候呢 一个左边 一个右边 是吧 那接下来呢 给它添加左右的 这样一个间距吧 好 我们就给它添加一个margin 好 上下呢 为0 左右呢 为11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地方呢 来进行调试 上下下 下下左右 好 左右呢 各给一个6像素 就刚刚好 ok 那么这地方呢 我们就给它改成一个6px ok 好 好 那么这一块呢 算是完成 是吧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的 呃 这一些颜色呢 我们先给它测一下 好 background的一个pink要测掉 然后呢一个yellow要测掉 好 应该没了啊 我们看一下 哦 还有一个大红色 哦 这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啊 就是 它距离上边 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吧 以这个线为准 那距离上边的一个18线素 这18线素呢 是那个pox1的这个负极距离整体的上边 是吧 pox1 也就是说它 它需要给一个上边的18线素的一个距离margin down pox118 好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这时候整体下来 是吧 ok啊 呃 那么这一块的话呢 它有几个呢 它这一边呢 一行呢 是有四个的啊 一行是有四个的 就一二三四有四个 这图呢 我就不去换了 图我就不去换了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找到这 这个div吧 呃 首先呢 是 这个 是不是 首先是这个啊 234 好 这四个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他们现在各自这四个呢 是没有横排展示的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找到这四个呢 干什么呢 呃 首先呢 是找到这个div吧 给他来一个fl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fl填加浮动吧 好 接着呢 这一个liz的box呢 也是一个fl 好 这一个呢 我们也需要填加一个fl对不对 ok 好 来 刷新 那这个时候呢 呃 哦 还有一个没添加上啊 这个没添加上 liz.box 不是给他的 是给他的 好 这时候呢 在一行上吧 那么我们会发现那个大红色的不见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呀 现在同样的是造成的负极元素高度塌陷吧 那也就是说 现在这一个子集 这底下的所有子集 把它的这个高度没撑起来 那他得怎么办 添加一个 肯定呢 fix ok 来刷新 这时候是不是撑起来了 好 那撑起来了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是呃 需要 添加什么 就是这一个和这一个 他们之前呢 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 对不对 ok啊 呃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是 这一个距离吧 是吧 这个距离呢 是18像素 到这边呢 也是18像素吧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到这边呢 也是18像素吧 是吧 ok啊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每一个呃 元素 就每一个div呢 我们都给他加一个 左右个九像素 的一个外边去 好 给谁加呢 给这个list box呢 去添加 ok啊 我们就给他呢 放到上面来吧 那就是在这里面呢 我们给一个什么 bargin 上下呢 为0px 左右呢 为9px ok 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这时候呢 距离是有了 但是呢 这边的距离是没有的吧 还有这边的距离呢 也是没有的吧 是不是啊 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选择器呢 来把他们这个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的这个呢 给他去掉啊 找的是这个list of box吧 nth 它是最后一个吧 那么它呢是 第几个呢 它是4n 然后它是右边没有吧 右边没有啊 好来刷新 它这边还差那么一点点 那就是这个位置呢 我们还得再稍微小一点啊 OK 还得再少一线素才可以 那就是整体是各自为8线素 才是刚刚好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一块完了之后呢 它是不是第二层还有啊 那也就是说这个呢 总共得有8个吧 好 总共得有8个 那我们呢就来看一下这里面啊 是这个有还得再添加4个 是不是 OK 这个复制的时候一定要复制对了啊 复制错了的话呢 那就没法了 没法完了 好 这里面还得再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时候是不是4个刚刚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时候呢还需要添加什么呢 就是上下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也是要有的 对不对 好 上下之间的这个距离的话呢 我们就给一个18线素吧 18线素或者16线素呢 也行 那我们就找到上边的这个位置 给一个16线素 那就是list hoax 好 在这里啊 给他们添加一个margin gun bottom 一个16px 好 我们再来刷新 这时候是不是都OK了 对吧 好 这一块呢 我们刚刚呢 提取到的一个东西呢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墨 墨呢 是不是上边呢 也有 这边的样式 跟这边的样式 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我们呢 就直接干嘛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层的这个墨呢 是怎么写的 它是不是就只有一个 这个p在这里头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也是可以一样的 给它呢 放到这个最后边去吧 这里面每一层呢 我们先给它收起来啊 这是第一个list box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先收起来 是不是 好 接着呢 是在这个位置吧 对吧 好 我们再来刷新 这时候是不是墨在这里了 对吧 OK啊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块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红色的是谁啊 因为现在墨呢 是没有把这高度 给撑起来的 是不是 好 对 它本身就是在外边吧 但是嫩二是给它撑起来了 整个第二部分 算是完成 那接着呢 我们就找到谁呢 找到 CUN2box的背景色 给它测掉 好 这个策略的话呢 那就整体都没了吧 是吧 好 刷新 好 为什么墨直接能够用上它的样式呢 因为我们写的这个选择器呢 是说CUN底下的这个墨吧 是不是 那就不管你是第一层呢 也叫墨 第二层呢 也有一个墨 同时匹配上 对吧 OK 来 刷新 那这时候呢 我们第二层也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声币